今天来看一下华强梅的四款比较正门的智能手标 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区别吧 然后这个是w16 然后这是 w22 然后这是m16 还有一个m16的plus版本 然后快速拆开看一下嘛 这是个表 然后包装是看一下 表装是 表带还有个充电器这种充电器跟 是磁吸的充电器 先放一点 好看一下w22的 w22然后它是卡扣式充电器 是合上去充电的 这是ml6 这种充电器 没有的包装要精致一点 打开 這個也是磁吸的 好看一下plus版本 80版本包装也跟ml6一样 也是一个 把这个拿出来也是个表带 然后一个也是只有一个充电器然后就没有别的 先来看一下然后把表带都装上去连表带都是一样的手感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然后看一下外观因为他都是像s6那样所以说外观都是一样 这都可以看一下 这也没说这个plus版本就做工好一点plus版本是 是这边多了个按键他这个是真实按键的 像这个的话是这按键是假的 是按不了的 我看一下sw22 这个按键也是假的按不了的 然后像sw16也有这个按键也是按不了只有这个plus是这个侧别按键可以按的 然后可以看一下然后sw16还有sw2他们就相差10块钱可以看一下w164应该是42表盘的他比这2要小一点可以比一下 要小一点42是是表盘的 然后像这两个就是屏幕大小也是一样的然后外观什么都是一样的 哦背面位置可以看看是不一样的这个 这个l22是用这种卡扣式的充电器卡扣的 这样子合上去 充电的 像其他三个都是用磁吸的可以看一下 他反过来都是磁吸的 磁吸的 磁吸的 另外三个充电器他们都是通用都是磁吸的只有这个是卡扣的sw2 好看一下那个流畅度 流畅度的话也没什么大的区别对比下这两个 像ml6的话是新出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他屏幕是有点偏白的 然后像sw22的话屏幕就不会啊屏幕色彩也要好一点 像外观的话做工也是差不多的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像这两个的话就是换了个包装 然后其实本质上是一样 然后这个plus版本就会比这些要贵 贵很多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侧边多了个按键啊是真实可按的 然后看一下屏幕 这流畅度也感觉不说有什么区别 然后这四款都是共用一个 手表的 app的可以看一下大家下来这个然后连接上就可以在上面 设置一些东西好设置表盘了 我这个只是简单的入手看一下然后没有深度测试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自行选择看哪个比较好 导流二就是新出的是以前第一个出的 然后就是出了这个然后就 除了这两个这plus是最近一星期才出的 然后我提简单体验一下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贵了那么多钱贵到哪里去了 这个卖的话要卖200多 然后这个是100多这两个100多啊 然后这个是最便宜的然后小一点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大家就 有喜欢的话可以自己买一个入手看一下毕竟便宜就 你那个 苹果原装的就一个表带钱就可以入手体验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